大傻大愛喔 新寬路更寬 阿寬這部戲的主題 告訴我們人生的角度 跟一個跨越了 將近一個世紀的 台灣阿寬的故事 她是一個 今年97歲的一個世故 那她的人生呢 充滿了各種的精彩的變化 這個角色其實 她是從她的十幾歲 然後從很年輕跨了十幾 到她現在已經到了九十幾歲了 所以她的個性呢 有非常不同的階段 大愛劇場阿寬 述說的是蔡寬 充滿任性的生命故事 年輕時 她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 婚後走入大家族 走裡相處 相夫教子 甚至在先生往生後 一人獨自辛苦 撫養四個小孩 晚年 她將生命投入慈善 貢獻給社會 這宛如三部曲的 精彩人生篇章 自然 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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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啦 你別鬧了 快點 拿蛋黃 太辛苦了耶 大家好 我是李婷姻 然後在這部戲裡面呢 我是飾演蔡寬 然後蔡寬的個性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單純 然後很善良的人 然後對很多事情都充滿了熱心 跟熱情 然後也非常孝順的家人 對朋友也是非常真情義的 家長 這是材杖難道來 最親最好吃喔 李洛寇 我聽了家長說 妳去做三叔 剛是做報名了嗎 對 去報名 你好 剛是做六十一年 你好 李洛寇 妳真的想要做三叔嗎 當然 她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立定一個志向 所以一個年輕的女孩 她在那個年代 就立志要當婦產科的一個 他們那時候叫產博 今天的比喻好像就是一個 婦產科的醫師 所以她要考試 她要去進學下去讀書的 當當當 那邊 老師說話 她是一個非常思想的人 因為她很想知道 她要做什麼 而且她找的目標是 她真的就是往這個目標去的 所以她我覺得我很喜歡這樣的人 而且很羨慕這樣的人 很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那學會呢 妳怎麼有錢 阿姨 妳也沒煩惱 我早就準備好了 那妳家的小妹 覺得妳都不瞭解 她想要做的事情 誰人有辦法做錢 她這幾年所賺的錢 都會花下來 就是為了要說是所有胸口 她早就準備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替她煩惱 阿嬤我來做早餐廳 我會賺很多錢 另外就像妳一四人 覺得妳真的嫁人的時候 妳才有辦法像我一四人 我又不說我要嫁人 這怎麼會有 結婚小孩 是天公地圖的事情 我不想嫁 我就是不想嫁 我不會妳身邊一四人 什麼啦 她的啦 她老婆 妳還要帶到哪裡 家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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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要聽 那阿姨怎麼說 我哥嫂不去鄉親 走啦 對方的人品怎麼 還想好嗎 人家身最高 人家 很有知情感 她的家族 都是做妳的家 現在 家族 妳還家族 她是大家族嗎 是啊 她是大家族的 因為我也是嫁給大家族的人 然後等我先生很早就過世了 我被大家族很多其他人欺負 雖然阿寬都看到了 所以她看到她的照片 她會想念她爸爸在世的時候 她小的時候 所以她也會怕 等下嫁過去 也是一個大家族 她的命運會跟媽媽一樣 會跟嬌嬌一樣 所以她很害怕 但是我也就用這樣子講 跟她鼓勵她說 我也是因為跟這些大家族住在一起 所以我才可以 把妳這四個小孩子養育長大的 所以要鼓勵她這樣子 不要害怕的 你以後這個女兒 沒消失分不到的財產 以後就要做一個好模樣 給她們看 妳們已經沒有財產 給我給妳本來 小孩子帶來 快走 妳不要消失一分次 快走 妳是在說什麼 妳怎麼可以這樣 快走 老闆知道 妳的地方都是什麼 不是所有的大家族都不好 雖然我們跟這裡的穿車都住在一起 南面的起床圖 也有很多地方都要囤穿 不過好感到 我們就是跟這裡的人住在一起 靠上才有辦法跟你們這四個小孩 吃養肚子 最終阿寬還是屈服在媽媽安排的 相親公事下 並且命運般的遇到欣賞和支持她 追尋夢想的盧翼郎君 因為我孝順等於要去相親 但是我相信 到時候一定會出現的 我拜託妳啦 不然如果妳一定要想辦法 讓她跟相親的人對面 結婚才可以 好 請 欸 欸 欸 What's your tree? 乾杯 我疲借了 我要你 我在想嗎 我疲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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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nh疲借造 今天那一場戲其實主要就是說 超群男主角他在追我的過程 一開始我對他沒有特別大的感覺 然後他對我就是很有好感 就還不想理他 經常就是把他丟在旁邊 我就跟我女孩子在一起這樣子 因為我們男主角本身的個性是比較害羞 比較內斂一點 對於情感的東西 我也算是沒什麼經驗 但可能要靠馬國賢 他經驗比較豐富 能夠幫這個男主角 有一個難忘又愉快的約會日子 其實說幫助也 我覺得講得太嚴重了 因為其實本身男主角就真的又高又帥 對不對 高富帥 其實女主角也是好像感覺也是 有喜歡 然後互相喜歡 只是少了臨門一角 讓我們能夠 多幫他們製造一些機會 機會 然後讓他們進一步的約會這樣 Kinoko 是 楊秀玉 是 各位同學 相信你們都知道 後期買這間女孩 就是要學怎麼做一個做三書 從今天開始我們有做一個先生 會來幫你們教 你們就要好好學習 知道嗎 知道 他在學就是 就是一些那種駐產室 該做的一些知識 專業知識 其實他費盡千辛頑苦來做 來學這個上課 好像回到學生的時候 好開心喔 因為我們男人有那種學生的詐學 對 他是小丸子裡面的小丸子 所以現在這個是什麼知識 這是我們在那個講習所的時候 就是當學生的知識 沒錯 所以來到那種學生知識 有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你畢業很幼稚 對啊 就會做一些幼稚的東西 對啊 最近有兩個小丸子 沒有專心 只要看外面 外面是有金票 你給我更生意 但那內容其實就是講一些 我們學校的一些趣事 然後我在上課的時候 在想一些操心 到底好不好 講一下一些事情 然後就沒有專心上課聽課 然後就被老師抓到了 然後老師就罰我 拖地做整理教室 你給我出來 你老婆 好 好 變長好了 要怎麼把我進去咧 你怎麼可能會受訪 因為我上課不專心 在想超級 戀愛中女人的心情 在不專心上課 就沒有辦法心思在工作 是功課上面 就是時期的阿琳酸之類嗎 談戀愛 比較快樂時期 比較快樂 就是還是少女時期 好 阿琳太太 阿琳太太 萬親婆 恭喜恭喜 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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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琪可 什麼事 你不要說 阿琳太太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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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前天招待跟妳說 妳的媳婦扣著做三叔 她都扣 是啊 好消息 這個女孩這麼聰明 一口就丟 我們現在要準備扣分數 對… 這是我們的媳婦大婦 我們就準備來扣分數 阿關師姐結婚以後 她嫁入了一個大家族 當然一個家族人渣的時候 就會有對她好的 跟對她不好的 那所幸的長輩 婆婆跟一個叫曼神婆的 都對她非常好 那先生其實也很疼惜她 可是就是可能有一些 親戚啊 住在一個大宅院裡面的人 會有一些衝突 這是什麼 韓子一聲嗎 我 阿豬啊 這我沒辦法做 妳幫我做嗎 我沒辦法 妳幫我做 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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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這就是一個傻大姐型的 她什麼都沒做過 她在家裡其實媽媽照顧得很好 所以她就是家事都沒做過 所以她一開始是說 有什麼難的 就學嘛 對不對 然後再笨 就算人家對她態度很壞 她還是努力的就是 我就是要學會 我才能夠做 我做了就會熟練 熟練就會變厲害 妳不能不教我 妳不教我怎麼會變厲害呢 對不對 就是她還滿肯學習的 妳到底要做什麼 熟練 我在家裡熟練的時候 有熟練的熟練 我熟練的熟練 我熟練的熟練 如果這樣 妳去熟練 好啊 可是她總是笑咪咪 阿豬 阿豬 妳想要熟練什麼 來 我幫妳熟練 她絕對沒有當一個深公怨婦 我等家裡熟練 熟練熟練 熟練熟練熟練 熟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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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先生 就是做人家媳婦跟太太的人 就開始去述苦 去幹嘛 阿豬 阿寬是一個 手不當三步 就是在她那個家庭裡面 應該算是一個寶貝 不過阿寬她很肯學 她很認真的要跟那個阿豬 就是我們另外一房的媳婦 那本來所有的家事 都是這個阿豬在做的 然後呢她一進 一進我們家門的時候 她就跟阿豬 一直在學習 就是怎麼做家事 乳飯啦 掃地啦 洗衣服啦 等等 很多家事她都是很認真的 很肯學的做 所以當然 這個婆婆也非常的疼愛她 然後很願意教她 就是說 什麼事情都慢慢來 不要急 終於一天你學得會 那這菜是怎麼吃的 給你看 你煮菜沒有你吃鹹醬喔 你也要這麼拜託 我們是在賣鹹醬店 是在賣鹹 那廟煮也小問 菜煮得這麼鹹 阿豬阿 你就再煮菜 你也幫他倒下手一下 大家如果是做不到事情 都要怪我啦 阿豬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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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時候 我又會在家裡覺得說 我怎麼這麼的委屈呢 這明明我三餐都有在做 家事也都是我在做的 但是為什麼新媳婦進門的時候 就感覺好像 她特別的受寵 那我就會心裡會有點委屈 或者說有點吃醋 就會想要爭寵 但是後來就是中間會跟這個 阿寬的角色就是會有一些互動 兩個軸離之間會有一些火花出現 生活在這個家族裡面的人呢 人多嘴雜 然後一個這樣的少女嫁進去以後 她的寬闊的心胸 在這個古老的色調之下 她有壓力 她也有開心的時候 不時的天上的明月伴著她 天上的一切 人間的一切 在她心裡面 希望的看到就是 每個夜晚的可以看到的那一輪明月 阿寬的故事 在她婚後呢 經歷了一個很重要的幾個關卡 第一個是她先生有了外遇 在那個年代 是因為先生在山上經營墓 秘建行 那經營墓秘建行的時候呢 她就會有一些 有一個女生她就很幫她的忙 是她事業上的得力助手 所以默默的就產生了一些感情 對 我是一個男人 我才會負責 也不可以繼續欺騙她的故事 一直逗牌下去 永遠都沒辦法結構目的 我希望我們到 在當前為人一樣 永遠要來玩什麼 就算說有頂壞 還是會壞 不然永遠都能成為女儂最漂亮的時候 我平時也很想要帶她來倒探錢 比較想像是超軍要怎麼做呢 超軍 我問你 你是不是剛才有一個頂壞 還是後來壞的女人 那我告訴我 我不是在那間店 我沒有交給我超過 愚蠢 好 并没有像一般人 就是大吵大闹 或者把家庭弄得四分五裂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是他把四个孩子 打扮得拍拍亮亮 然后就牵着他们上山去 上山去的时候 他就 这个女孩 就让这个女孩看到 他的孩子看到爸爸 然后奔上前去 给爸爸抱 然后对爸爸这么样的亲密 让他看看说 其实我们本来一个 很幸福的家庭 那后来呢 那女孩也自己知道不对 所以阿宽也就拥抱她 所以就做了一个 很和平的解决 那女孩就离开了 愿有殷勤人缺 人生的风景 也总是时情时雨 就在阿宽以为 生活从此风平浪静 谁知国共内战 国民党撤退来台 超群对大陆的密件生意 因而破产 负债为类 老板 我们公司看到的店铺 都被人带回来 是呀 我们去了 是呀 是呀 台湾和阿宽那边 真是完全是几天鹿 老板 那边的客户 血管都还没收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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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教室永远背了这样啊 我可以当然做 这是什么时代啊 怎么这样啦 因为这样他 加上他的心情的原因 精神受了非常大的打击 然后就发病 在那个年代 所以结合是不太有药可以医的 那师姐是跟我们讲说 其实来信 那个是个发音啊 一种药 是可以治好 可是 因为他的先生超群 他是学中医的 他坚持不相信心理 那师姐认为那是 会有可以治好的一个药 结果后来就没治好 没治好他就往生了 对师姐来讲 可能这也是个遗憾 你老高 还是被关了小睡也离 你买高了 还是被关了小睡也离 你买高了 小睡也拂了 因为他的消息 不卖了 因为大使再闹 你什么艺术 是个地监 我在小独夜 在小独夜 眼前 把其他小独夜 听到小独夜 在小独夜 在小独夜 被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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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